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 在社群当道的一个时代 大家都开始经营自己的粉砖 或者是频道 也让大家更重视 自己在荧幕前的形象了 许多的创作者 他们套上滤镜 不只是可以修改照片而已 还可以来做直播 让他们在镜头前 可以自带妆容修容 甚至有美瞳的效果 来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图 本来是不用 完全不用化妆的 透过滤镜之后 已经上了完整的妆容 而这样美丽的容貌 也可以为创作者带来业配 还有得到粉丝的支持 成为一种新的盈利方式 一款在全球 现在下载超过两亿次的应用程式 它叫做Fastune的滤镜 现在爆红 在全球大受欢迎 产值更是上看了 18亿美元这么高 不过来看到 随着滤镜的使用率 逐渐攀升也引爆许多的争议 尤其在近两个月 Titalk上面出现了一款 叫做Bulk Glamour的 美颜滤镜 突然间爆红 主要就是因为它可以 透过深层式AI的技术支援 让它拥有超高的 一个拟增效果 大幅改变使用者的容貌 同时 而且看不出来 有使用过滤镜的效果 不过这样子的一个完美效果 也引发很多的争议 跟批评声 近期就有不少的创作者 他们公开声明了 滤镜可能会导致人们 容貌非常的焦虑 而另一头品牌大厂多分 甚至是透过品牌Titalk的官方账号 发起拒用这一款滤镜的行动 号召大家利用这个 hashtag叫做 Turn your back的标签 大力的抵制 这一款北延滤镜 因为根据统计 2021年的调查指出 有超过八成的青少年 他们都在13岁前面 使用过这一款 类似的许多滤镜 来改变自己在社群平台上面的形象 看到这样的社会问题 目前包括了挪威 法国等国开始来做修法了 政府认为这样子的滤镜 是有问题的 因此要求用户 未来在发布影片或相片时 应该要明确的标示 是否经过修饰 而经过了 类似这样子 Bull Glamour的枝乱之后 会让美颜滤镜 未来就走向灭亡吗 大概不会 专家认为 结果可能正好是相反 代表超拟争滤镜的时代 已经正式地揭开序幕 而随着AI技术的导入 滤镜将会变得越来越无痕 越来越难以察觉了 以上是这节的 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